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最佳之类的话题总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 从地球单身开始 这些信息与知识就记录了人类历史和科学的发展 满足了人类无尽的好奇心 有关世界第一的内容 与人类相关的工具 语言 意识 住行 制度 东植物 矿物 技术 医学 科学 艺术等领域是大家关注的内容 就连与天文 宇宙 地理等相关的历史渊源和科学知识也一样 一些世界最早和世界最佳的发现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的 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发明家的努力 其中也包括了惊人的故事 我们利用科学来理解世界 远古时代的人类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 如今在我们眼中不过是最简单的基础知识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少年儿童的好奇心中 非常容易全身贯注于一种事物中 但是假如他们所贯注的对象太难 就很容易产生厌倦感 为了培养少年儿童的兴趣 并持续关注世界万物 我们构思了这本简单易懂 《趣味恒生的书》 希望大家能够在关注两个岛 但鬼和罗邦币身上的各种离奇事件的同时 也吸取丰富的知识 成为科学常识丰富的少年 作者 车贤正 世界冠军 还有四栋植物冠军 再来生一个科学冠军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最早的抽水马桶是什么时候制造的 你确定了Rex身在地上吗 是 已经确认了 队长大人就在此地 我们必须比Rex那家伙更早征服地球 我们偷偷溜进去 解决他吧 快吧 他不在这里 队长大人 不可能给我仔细的书 队长大人 快看这儿 快 干嘛大惊小怪的 微型太空船 是最新型号吗 他一定是在我们到达之前 大臣这个东西逃走了 这种透明的液体会不会是燃料 啊 队长大人 有人来了 快藏起来 噗通 噗通 不好意思 我先用了 别跟我抢 进入洗手间 再慢一点 连裤子都来不及脱下来了 地球人还真聪明 竟然发明了马桶 最早的天然抽水马桶 是在印度和流域文明 繁盛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 遗迹城市摩亨佐达罗发现的 那是现代抽水马桶的起源 虽然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工抽水马桶有所差异 但是利用流动的水将死尿冲走的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排出的大便便先进入化分池 水和死经过消毒流进下水道 进入污水处理场 大便则由粪车定期运送到粪便处理场 原来如此 你给我马上出来 好了 啊 便便夹水弹 双重攻击 就是陷阱 啊 刷刷刷刷 好 好 神奇的太空床啊 呈 Interviewer 襯着的感觉不太好啊 最早的公共洗手间 拥有抽水式马桶的公共洗手间 最早出现于1952年的伦敦 之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桶 比如人一走劲 就会自动掀开盖子的马桶 中国一家洗手间主题公园 紧马桶就大约有2000个 另外还有白天在地下 到了夜晚就突然冒出地面的洗手间 奇怪吧